愛的路很漫長 曲折的前方 是溫暖的希望 我懷抱著期待 忘記了慌張 學會了堅強 只要我心中的太陽 還有這最初的光亮 我懂了 愛就在身旁 我懂了 幸福是彼此奢望 我懂了 等待是一種美麗的倔強 原來承諾離不開時光 願人生求回我 用真心開啟那扇窗 永遠不要偽裝 縱容向前方 我懂了 愛就在身旁 我懂了 幸福是彼此奢望 我懂了 等待是一種 美麗的倔強 終於看起了 歸宿的方向 我懂了 夜中 我懂了 诶 周总 大清早的你去哪儿啊 昨晚医院说有事情 让我今天务必赶回去 哦 我正好出去 顺路送你去车站吧 那就麻烦你了 周总 谢谢啊 不客气 上车吧 大梅 大梅 行李怎么都没了呢 这搞什么呀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怎么也不开机呢 会不会以为是说不服我 就真自己走了 好好好 怎么样 昨天睡得还好吗 嗯 好 谢谢汪姐 真是不好意思 昨天你们都累坏了吧 怎么会呢 你把孩子生在我们这儿 也让我们沾了很多喜气 我们要谢谢你才对呢 汪姐你这样说 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你看 你女儿跟你长得一样漂亮 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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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五号了 咱们要给供货商付款了 我知道了 阿桃 我叫彭神给你炖了点鸡汤 等一会儿你喝了 你呢 就暗生在这儿养着 回到等你家里人来接你 你再回去 谢谢你们了 你们真的对我们女儿太好了 别客气了 汪姐 等咱们走吧 小致 睡醒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好 好 这是外婆打呼 吵死了 哇 还嫌外婆打呼啊 等你以后长大了 说不定也会打呼呢 好了 快起床 双牙洗脸吃早饭了 好 还有啊 今天呢 你不去上学 在家要乖乖的 知道吗 知道了 快进 走 咳个小屁股 天妮 同选 你们谁看见我的钱了 来了来了 王姐 王姐 怎么了 本来应该今天给供货商的那五万块钱 我锁在这个抽屉里了 可是现在不见了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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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 那钱你 确确实实锁在这个抽屉里的吗 锁在里面了 钥匙就放在枕头底下 是吗 彭选 昨天你跟大美都说在这儿 大美她人呢 画了画了 我说呢 她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 彭选 你是说大美走了 是啊 我一早看 她人不见了 行李也不见了 我还侥幸了 我以为她是 说服不了我 就自己回老家了呢 我一直觉得这个大美阴阳怪气的 没有证据 别胡乱猜测 彭选 你联系一下大美 啊 我早打了 我看她不在我就给她打了 可她手机不开机嘛 那你也得继续联系她 我跟甜妮先去趟餐厅 有消息你通知我 小植我带不回来 你借你的钱还你总行了吧 喂 大美 你怎么回事啊 你的电话为什么总也打不通呢 手机刚才没电了 这会儿电池才换上 找我什么事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偷了人家 王晴柜子里的钱 妈 你干嘛说得这么难听啊 我那人暂贱 不是偷 我告诉你 你不跟人家打招呼 你拿了人家钱 你说什么都是偷 明白吗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那不是小叔 那是五万块钱呢 五万块钱怎么了 这五万块钱 对于他们来说算什么呀 什么叫算什么呀 人家钱来得容易吗 是大风刮过来的吗 是人毛巾巾苦苦办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钱呢 你这么做让妈妈怎么做人 你想过没有啊 你别跟我废话 你赶紧过来 把钱还给人家 那怎么行啊 昨天我带小侄出去玩的时候 钱包被人偷了 我现在连回家的车钱都没有了 你就把我这情况跟她说说 你不说她很善良 对你很好吗 我说不出口 咱们不能这么做人 大美 你想过没有 你这么做是害妈妈呀 妈 我要不是有急用我也不会 行不行 行不行 不能说了 车来了 这孩子 天哪 我可怎么办呢 我这怎么跟王晴交代 没有怎么对得气人家王晴 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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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跟阿桃佳人联系过了 今天就可以把她送回去 彭神 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没事没事 对了 周总在吗 凯文啊 她一早就出差去了 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呢 你找她有事 没事 没事 就是随便问问 那我走啦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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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来一杯 来了 起床了快点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干吗呀你打手 上班来不及了 逗逗先帮我带一下啊 我能说不吗 不行 一飞叔叔我会很乖很乖的 我不说话不吵你 我们打勾勾 服了你了 逗逗 你乖啊 好好听一飞叔叔的话 小姑下班就来接你好不好 拜拜 好 嗯 小鬼 小鬼 今天想玩什么呀 我还想看一飞叔叔变魔术 这一飞叔叔没有吃东西 没力气变魔术啊 那我们先去吃东西吧 今天巧克力你想吃哪个 我不想吃了 那我们就等汉堡和颜料好不好 好 看这巧克力做得多好啊 河马 还有米奇 小狗小猫 还有大马 一飞哥 这么巧啊米可 这是谁啊 这是谁呀 我叫豆豆 这是我朋友叫孩子 我帮我带一天 超级导游 转好成超级保姆了 你够行的呀 别开我玩笑了 什么超级保姆 你们点什么了 我给他点了个汉堡和饮料 我来买蛋吧 我来买蛋吧 我来 来 这有什么呀 小意思 谢谢啊 一飞叔叔 我们去哪儿玩啊 我们去 我们去游乐园野餐 好不好 好啊 好几天没见豆腐了 给他一个惊喜 我来买蛋 在MP外面 这里 我来买蛋 好处备 这些东西 如果让你来买蛋 好处备 我来买蛋 你会想到哪儿 可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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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照 来 来 来 三 二 一 茄子 好看 多吃点豆豆 来 给我一个 一飞哥 吃薯条 来 挣给你 挣给你 来 你耍我 你耍我 我让你耍我 耍我 耍我 一飞哥 加油 一飞哥 加油 我们小朋友 注意点 嗯 豆豆 来 我跟你说 那边啊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碰碰车 你自己去玩好不好 不要 我害怕 害怕什么呀 来来来 我不骗你 真的很好玩的 那一飞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你陪他去干吗呀 你留在这儿陪我 豆豆 我跟你说啊 我们是大人 大人不能坐小孩子玩的碰碰车 你自己去 我跟叔叔在这儿保护你 好不好 嗯 我们保护你 好 好不好 豆豆勇敢一点 好吗 来 哎 真乖 叔叔看着你啊 来 手条 手条 来 手条 去吧 去吧 菲菲哥 来 来 我们来自拍 好 来 三 二 一 我们老板看你们是新开张 照顾你们生意 所以才同意一个月结账一次 都已经给你们行方便了 你们还要退 这以后生意还要不要做 不好意思啊 货款原本是准备好的 但是临时出了一些状况 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就问一句 我们送的货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就按照我们合同上的 约定付款 这可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你们 对不起啊 临时出了一点意外 拜托再宽限几天 几天 不会再等下个月吧 三天 宽限三天就好 这我可做不了准 你跟我们徐老板说吧 喂 徐老板 你好 我是汪琴 是这样 本来给您准备的货款 已经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有个朋友 突然有点急事 他拿去用了 我想您的货款 可不可以晚几天再给您啊 好的好的 谢谢您啊 好 好的 你老板跟你说 喂 老板 好 我知道了 既然老板交代了 那就这样了 谢谢您啊 三天我一定把钱还给你们 那就三天啊 这次可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了 你走 走 慢走 王姐 三天时间会不会太紧张了 师傅 是 等会儿我啊 总共也就这五万块钱 这都拿不出来 还开什么餐厅 趁早关门算了 就是 害得我们还要再跑一趟 走走走 送过去 走 那小豆豆玩疯了啊 还不回来 人家好不容易跟你在一起一天 你还带着个小孩 什么也做不了 你想做什么呀 讨厌 明知故问 那等豆豆走了啊 好好补偿你啊 你怎么补偿我呀 那要看你对我好不好了 我怎么样对你才叫好嘛 想想 想想啊 一飞哥 好 我们再来拍张照片吧 好 看这里啊 准备好 三 二 一 星星星 女生爱男生 豆豆 那个泡沫生好玩吗 好啊 那我带你去玩别的好不好 好 走 走 豆豆 来 走 玩哪个呀 哎 这是小旋风划车 好好好 豆豆 我们去玩这个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走 你 你拿纯哲做什么呀 我取点钱 有用 这死老头 这么着急取钱 什么事啊 我跟大梅联系上了 大梅她怎么说 钱确实是她拿的 这孩子啊 良心被狗斥了 你看你对我们一家人多好啊 她却恩将仇报 大军在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 对不起 我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我对不住你 彭沈 别这么说 大梅 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呀 她能有什么难处的 冯青 你心眼太好了 可现在怎么办呢 只要周总在就好了 彭沈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可是你要不告诉她 你缺那么多钱 你怎么办啊 也就只有周总能帮上你了 钱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 但是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告诉她 我们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好吗 好吧 没事的 你先去忙吧 尹伯伯 你来了 汪晴呢 汪姐不在 她回住处去了 里边坐一会儿吧 不用了 我还有事 你把这个交给汪晴 没问题的 我走了 尹伯伯 尹伯伯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太好了 汪姐 你总是有贵人相助 这回咱们就不用愁了 这个钱我不能拿 汪姐 汪姐 我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了 再说 有什么理由 要用老人家的钱呢 这钱我得还回去 汪姐 那你一去一回得多长时间呀 晚上还有四个桌的定位 万一赶不回来怎么办呀 那我就明天去 田妮 这钱 你收好 别再出错了 好吧 喝牛奶了 喝牛奶了 给你的 谢谢姑姑 豆豆 今天依菲叔叔都带你去哪儿玩了 去游乐园了 游乐园啊 嗯 好不好玩呀 好玩 都玩了什么呀 就是玩 碰碰车 旋转木马 还有摩天轮 豆豆一人做的 姑姑我勇敢吗 你怎么一个人做呀 依菲叔叔没有陪你啊 依菲叔叔要陪阿姨 什么阿姨啊 就是一个阿姨啊 他给我们买汉堡包吃 还有跟依菲叔叔玩亲亲的 玩亲亲 你都看见了 就像这样 来 豆豆 你想顾今天怎么回事啊 奇了怪了 你今天是吃了什么药啊 做到现在一身都不坑 昨天谁给你玩亲亲啊 亲亲 没有啊 我不是跟你汇报过了吗 就是 以前跟过我团的一个女粉丝 正在游乐场合 这么巧 就这么巧 那粉丝热情的不得了味 我左挡右挡差点没得招架中 还好豆豆回来的 其实是救了小爷为名 真的假的 大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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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就不用上班了啊 你就给我做保镖 小男那帮女粉丝总上来扑我 给你做保镖 嗯 没死你呢 那以后有女孩上来亲我 你可别后悔啊 大一飞 好了好了 都算亲了啊 我保证 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好 懒得理你 对了 上次面试的时候你不是关机吗 要不我再给周海文打个电话 再约下时间 嗯 我的事情呢我自己能解决啊 时间不早了你该去上班了 走走走走 你以为我想管你啊 你要自己能管好自己 用得着我操心吗 好了好了好了 啊走了走了 上班该迟到了啊 来来来走了走 我妈妈睡觉每天唠的都没完啊 啊 好了好了好了 做得顺利开心啊 拜拜 啊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哎白衣飞我真是佩服你啊 总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风凶化吉 什么这究竟无险 逗逗 你以后要是再敢乱说话 跟你的姑姑打我的小报告 我就把你的小熊变没了 小熊王给我 小熊王给我 带团 什么团 黄斧枪一日游 好 没问题 喂米可 你在婚纱店吗 来 尝尝 昨天新买的咖啡漫巴 和以前还是一个味道 哎呀不错 都有心情买漫巴了 看起来心情是真的不错 我现在呢是充满希望 哎你知道吗 我最享受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 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等待命运的安排 哎呀希望命运对我们是公平的 什么时候出结果 就这几天吧 这么快 你不紧张啊 不紧张啊 就是这设计饭送出去之后 我 每天都感觉好像做梦 一会儿中标的 一会儿有推荐的 睡都睡不安 这叫不紧张啊 你也别说我 我看咱俩估计也半斤八两 我紧张 我真的紧张 比我第一次做生意还紧张 哎呀我也是 这次感觉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设计完了 我就什么事都不想了 这一次 我没事还是翻来覆去地琢磨 是啊 我们真比不得 刚从大学出来那会儿了 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 输不起啊 其实吧 我觉得我们也没什么输不起的 我们以前也不彻底败过一次嘛 我相信师之东鱼 收之桑鱼 我对这次的竞争啊 绝对有信心 希望上天 要把我们的门队给关上 哎不过 我事先可得啰嗦几句啊 这事要真成了 我们做办公室 五十个平方可就够了 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做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耗面子讲排场 有事没事地乱花钱了 行 以后啊我什么都听你的 哎对了 你跟狐狸的事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啊 还那样呢 她怀着孩子 继续去婚纱店上班 继续忙活 她也不容易 你没事也去帮帮她呗 我怎么帮啊 我也帮不上忙 隔行如隔山 我现在充气量 也就是一司机 随叫随到 你啊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我知道你说什么 但是能怎么办呢 堂堂一个大男人 连自己的事业都没有 难怪人家瞧不起 但是我忍了 好啊 能忍的人就能沉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这次机会 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干了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还好还好 伯父在家吗 他不在 有事出去了 你找他有事吗 这里是五万块钱 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他 这 这五万块钱 是他给你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伯父好心 想帮我周转一下 但是这钱我不能收 本来想今天当面还给他的 结果没想到他不在 所以只好麻烦您 跟他说一声 好好好 原来是这样 那好 那我找到他一下就行了 谢谢您 对了 餐厅生意不好吗 餐厅生意还好 只是中间处理点小麻烦 我会处理得好他的 您放心吧 好 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您多保重身体 谢谢 您也慢走啊 妈 爸怎么这么好心 拿五万块钱 去资助钱儿媳啊 而且这么大的数目 怎么没跟妈您说一声 爸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别乱想 那个建平的爸呢 可能是看汪晴啊 宜人带痘痘 挺不容易的 人家现在有困难 那我们帮他一下 也不回顾 那如果我的婚纱店 需要周转 爸会帮我吗 帮 当然帮了 你是我们家的媳妇 那帮你就是帮我们呢 不帮你帮谁啊 你说呢 我就知道妈您最好了 这事可不能跟建平说呀 为什么不行 你想想啊 如果建平知道了 那以后有样学样 那把钱给汪晴 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 妈 那我去上班了 千万不能说呀 这个老东西 不知道心里想什么 需要周转 我看汪晴的生意 也没好到哪儿去嘛 我就说 她怎么可能一辈子 什么都比我强 我不能跟建平说 可是我可以跟建平的妹妹说 好 喂 喂 贝贝 狐狸啊 有什么事说吧 汪晴开餐馆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怎么了 哎呀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下午来婚纱店一趟 见面再聊 去吧 米可 我正在看你照片呢 你又来了 心灵相惜吗 她来干嘛呀 我朋友的事情还没有忙完 到了 乖啊 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打住 别说让我帮你带小孩啊 哎呦 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啊 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我要干嘛 那你干嘛去 我这不好久没开工赚钱了吗 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让我去带团 你去帮我带一天好吗 我不会带小孩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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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豆豆回去了以后呢 你休假的事了 我好好陪你一天好吗 你说话算话 我的话你还不信 就一天啊 一天 一天 嗯 豆豆啊 那个依菲说说呢 今天有点事情 你跟米可阿姨玩好不好啊 啊 等我马上回来接你 要乖啊 走了啊 拜拜 豆豆 来 你看这件衣服 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 一会儿啊 阿姨把你打扮成 新娘子的样子 这可是你在外边 玩不到的呦 好不好 好啊 走 来 这圈 好啊 好不好看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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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来一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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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理你的情 把钱啊 退回来了 好啊 这又何必呢 这孩子就是太要强了 不过就凭他这点 我相信他能撑着过去了 我说你老糊涂了 咱们儿子和王晴都离婚了 你现在还去接济王晴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不成心让狐狸不痛快吗 现在他怀了咱们眼家的孩子 我们是说不得招不得惹不起 你 你万一他要是真闹起来了 那我们全家都不得安宁啊 不不不 他能闹破了天哪 那个人 我就不喜欢他 一身的邪气 我现在还认为 汪晴是咱们家的媳妇 他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 那个人 似乎我也看不上 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 啊 是把这个汉眼镜给我带过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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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米可 是白一杯花钱请你 还是我花钱请你啊 啊 啊 你拿了我的钱还给我添麻烦 这祸已经闯大了 你要怎么赔我啊 啊 对不起啊 狐狸姐 我哪赔的钱 我 我们这样以后再算 你 把过来 过来 对不起 我现在是不敢了 下次啊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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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 他把我给砸成这样 我能够相信吗 他和这个孩子 你下这种独手 你下的心吗 对 对 对 怎么回事啊这下 我 我 我跟阿姨白心想不小心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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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不小心 把我垫砸成这样子 你再也说小话 跟你爸一个得心 真烂你耍说两句吧你 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啊 贝贝 我问你呢 你干嘛把肚子 送到这儿来啊 我不是交给你了吗 逗逗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是一飞叔叔带我来的 她就是跟一飞叔叔玩 亲亲的阿姨 你喜欢白衣菲是吧 我送你了 不稀罕 你走 来来来 孩子在这里干嘛 快打扫干净 你真是对我可以 你要去哪儿 看孩子 我不准你去啊 我看孩子还你说了算了 狐狸 亏你也快做母亲了 对那个孩子下这种毒手 你下得了啊 我是被你们全家人气疯的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啊 我是你老婆 你把钱钱的女儿带回家 你问过我吗 还有你爸 不分清后 造白了产护痘痘 居然还拿五万块钱 资助汪秦 你帮我当什么了 啊 搞清楚 我才是你家真的的媳妇 我爸拿钱资助汪秦 不可能 我干嘛骗你啊 这么大的事 我想别都骗不出来 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回去问你妈 汪秦退坏了钱 是他拿走的 你爸还真行啊 自己儿子的公司 垮了不管 本来去拿钱 讨钱儿媳妇的欢欣 很可惜 是热脸贴冷屁 人家汪秦 现在有周凯文成腰呢 根本不稀罕你们 你家的钱 你 打呀 闭嘴吧你 你不要给我钱简了 你借笔 打开 打扫干净 周总 周总 大抗审 周总您在家啊 在 坐坐坐 谢谢 不了 周总我有急事要找您 什么事啊 我那个不成器的女儿 大美她 大美怎么了 她不是回家了吗 天哪 她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怎么连周总您她 都敢骗呢 骗 怎么回事啊 这孩子呀 这真是太过分了 她居然 居然拿了汪秦 准备给客户的五万块钱 货款跑了 有这事 是啊 为了这事汪秦都急死了 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我不好 是我较自无方 所以 周总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您要是能先借给我五万块钱 我赶紧给五万块钱送去 您要是能借给我 您让我做什么都行 周总 我求您了 我可已经跪下了 行吗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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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生 您先别着急 这事让我想一想 我尽快去办行吗 谢谢周总 我就知道您是大好人 您肯定会帮我们 没事 您先回去休息吧 好 谢谢 拜拜 回来了 怎么了 跟双打似的 妈 爸是不是拿钱给妈请了 这个 哦 那个你饿了吧 一会儿开饭啊 妈 是不是 我煮了红豆莲子汤给你盛一碗 妈 我问您话呢 是不是爸拿钱给汪晴了 是有那么回事 建平啊 汪晴的餐厅资金周转不过来 我怕影响她和豆豆的生活 就提了五万块钱给她应急 人家没要送回来了 爸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拿自己的钱 干嘛非得跟你商量啊 但是这 爸妈 你们都在啊 那刚好 看 您又有什么事了 豆豆把我的婚纱店给毁了 礼服啊都扯坏了好几件 我损失很大 有这种事 建平也在啊 不信你问他 建平啊 这豆豆怎么去婚纱店了 孩子呢 豆豆在哪儿啊 ゆ hizo口 建平 выстр Brёв zu 他把豆豆送去给了贝贝 可是贝贝要上班没法照顾 就交给了白亿妃 白亿妃又突然有事 就把豆豆啊 带到婚纱店交给了妮可 行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建平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豆豆没去王晴那儿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建平 你爸跟你说话呢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是 豆豆是没有送到王晴那边去 我本是想等狐狸气消了 再把豆豆给接回来 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做得对 豆豆她姓尹 是我们你家的孩子 如果我们尹家容不下她的话 传到外边去 别人怎么看我们 建平 这个事你做得对 说来说去 又全都是我的错了 你做人家后妈 又容不下人家孩子 你说你错了没有 我错了什么 爸 我看是林偏心 在您眼里 汪晴是好人 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是个坏人 做什么都是错的 是不是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你眼里还要我这儿公共吗 你要我尊敬您可以 但是您得先公平 既然我的婚纱店 被豆豆给毁了 我没有钱收付 爸 就请你拿点钱出来吧 狐狸 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不行 你的前妻周转不灵 爸一出手就是五万 爸 我现在缺米下锅呢 您自得看着办吧 狐狸 我告诉你 你别想从我手里 拿到一分钱 狐狸 你爸心里啊 不是他说的那个意思 他是担心啊 你开婚纱店 会累着自己 你看现在正好这个店混了 干脆把那店啊收了得了 安息啊在家养胎 我们家还不至于穷的 连个孩子都养不起吧 不是这样的 妈 我要的是个公平 公平你懂吗 我懂啊 可是你现在 最主要是肚子里的孩子 家里又不缺少你的吃穿 你干嘛搞那个店 整天忙来忙去呢 是吧 我会不知道留下的享福啊 我这么忙是为了我自己吗 如果建平啊 他会去挣钱的话 我至于为了 武力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已见你 只不花你一分钱 你柔软的笑说 轻轻牵着我 轻轻牵着我 骨肉连着心 胜过千言和万语 爱着你的我 我经不起和你分别 我经不起和你分别 那思念的痛 就缠着满眼 照片里面 照片里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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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着我的泪 你 牵动我的心 牵动我的心 让我如何入睡 牵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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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偏刻放弃 我会一直找寻 直到有你的小心 给你我全 部的爱 只求你回来 我会一直追寻 向你不断靠近 哪怕风雨憔悴 我也不会片刻放弃 我会一直找寻 直到有你的消息 给你我全部的爱 只求你回来